作词 李宗盛 主耶稣是谁 这是在约翰福音 这个月大概到三月 我们会一直在约翰福音 好好去看 到底主耶稣是谁 我们知道在新约前面四本书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都是讲到耶稣 我们今天唱歌的时候 谈到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在圣经当中的旧约以西结书 跟启示录有讲到四个活物 他们好像特别就是 耶稣的四个不同的层面 所以有人解释说 马太就好像是讲到耶稣是王 用狮子做表象 因为讲到耶稣的家谱 讲到耶稣是大卫王的后代 然后马可福音呢 没有讲到家谱 也没有讲到出生的故事 就直接去传福音了 所以他就好像一个仆人 就好像一个牛一样 很认真的在做事 然后路加福音讲到最多人子 耶稣是人子 好像来服事人 他讲到耶稣的一些的 所有的生活就像人一样在我们当中 然后最后就是今天的约翰福音 特别提到耶稣是神 就是好像从神的角度来看 这个世界像老鹰一样 所以你从教会的这些建筑物啊 或是过去的历史当中 你会看到这些表象 实际上就是讲到耶稣是宿活物 也在这个新约的四福音里面 看到了耶稣全面性 所以四个福音书呢 一起看的时候 就可以更全面看到耶稣是谁 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 约翰福音是跟前面三本很不一样的 很值得好好看过 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 一起来念好吗 来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道 太初与神同在 没有谈到家谱 也没有谈到耶稣出生的故事 好像是有点像哲学一样 很抽象 讲到三个很大的东西 太初最早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道 然后希腊文说叫做Logos 就是道理 智慧 原则 所有的记号 就是这个道Logos 还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神 所以讲到最早的时候就有神的存在 而且神就是一切所有智慧原则的主要的中心 这就是神 所以它说在初的时候有这个智慧 然后这个智慧是神的 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DNA 每个人都有DNA 这个DNA决定我们的眼睛多大 什么颜色结合会不会翘 DNA决定你的眼睛是否刺激的 我们到现在都才慢慢了解 可是这些就像Logos 在我们的里面决定我们看起来长得像什么样子 所以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 所有的东西万物都是借着神 借着Logos所创造的 只要是被创造的都是借着祂所造的 最近发现一个最小的例子叫做 Particle of God就是上帝例子 最近又发现跟他的兄弟这三个月又发现 那个例子小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可能让我们看得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在讲的是什么 讲有一位神 而且最早就存在 一切所有的创造你所看到的被造物都是从祂来的 从什么角度起 从神讲 Amen 祂直接告诉我们啊 不是人民发现的 你没有那么小的望远镜 显微镜你根本看不到 你没有这个技术 你根本不知道DNA的存在 你能想像约翰当时候神就直接启示他 就这样写下来的 我们派手谢谢主耶稣 第一章第四节 从这么大的宇宙 跑到这个人小宇宙 我们这个人啊 就像小宇宙一样 还有好多不懂 这个神不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么大的神而已 而也在我们里面耶 而且他讲了一个两个最重要的字就是生命和光 没有光就没有生命耶 没有阳光全部的动物都死掉 有光就有生命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单单活着 我们有神里面的性情 祂的个性 所以这个人活着不是为了吃喝拉碎 而是有目的和意义 几句话而已就把全世界跟神跟人的关系点出来 然后还同时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和世界的关系是光照在黑暗当中 可是光不太喜欢 这个黑暗不太喜欢光 不管暗有多暗 只要有一点光黑暗就不行了 有没有 所以光照在黑暗是才去主动来到黑暗当中 所以光照在黑暗是才去主动来到黑暗当中 英文有两个翻译 一个是没有办法克服 黑暗不能克服光 或者是不能够理解不欣赏光 所以中文翻成不能接受光 所以虽然我们是他创造的 可是我们不太喜欢伤到有些原因我们不能接受不能理解 所以虽然我们是他创造的 所以虽然我们是他创造的 可是我们不太喜欢伤到有一些原因我们不能接受不能理解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信耶稣了 魔鬼就想尽办法 想办法阻挡人认识耶稣 因为你一旦认识耶稣信他你就得救了 所以魔鬼就用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真理把你从耶稣的眼光拉走 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好像是很深的哲学 可是不是很难懂 我们一起来看 在耶稣的第一个世纪最后那个时代 有一个哲学思想叫做诺斯底 这个诺斯底呢有的翻成就是说你有特别的灵性智慧 所以可以懂一些别人没有知识的人懂的事 所以诺斯底其实是关于识识 所以它说它有特别的知识 有特别的知识或是学习的意义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什么时候最发达呢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后教会建立的差不多那三百年当中 也就是教会在建立的时候魔鬼说 不是信耶稣可以得救 只有特别的智慧就可以得救 你知道当这个意义真的发生了吗 所以这个诺斯底人就要翻成说有知识啦启蒙啦 记得个人这种境遇操练 然后做行好事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启示 我就可以超脱了 尤其他强调追求智慧的人 这种人比一般不追求智慧的人更能够得到这种诺斯底 他认为呢 这种哲学思想认为说 看得到的世界都是低层的 肉体啦 物质啦 做时间限制都是低层的 最高层的是什么呢 脱体身体 脱体时间 不会毁坏的这种最后永恒的世界 而且那个才是我们要去的 在纳志的时候可以说 在纳志的是不同的世界 在纳志的情况下 最低的情况下是这个化学说 在 physical world 在在即典的世界上 你会有真理、数字、痛量 在其中の重要性中 在直视了手段 那在最高的世界上 在纳志的情况下 最高的世界上 在这种世界上 在心中的世界上 在世界上无限度 在世界上无限度 面对极度 就对人的困难 那些事呢 就是人们才能去的位置 所以他们强调说你只要得到这个特别的灵芝 你就可以得到特别的知识 就可以让你的灵魂解脱 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 好像模仿信耶稣的人 就可以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 进入永恒的世界 听起来很像 可是他们否认耶稣是唯一的路 所以在 Gnosticism 他们认为 当我持有这个特别的知识 你会能够解放自己从中的世界 然后再进入永恒的世界 这就很相似 跟那些信仰在耶稣 那一旦你信仰在耶稣 你会离开这个简单的世界 然后再升到天上 差别是在 Gnosticism 他们不告诉你 耶稣是唯一的路 虽然若是礼教派的人 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影响信耶稣的人说 哎呀你只要禁欲 特别不要吃饮食 然后你就可以让你升华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特别的智慧 不一定要信耶稣的 所以Gnosticism 他们有一个很努力的社会 他们会告诉教徒 说你必须要祈祷 你必须要求求所有的欲望 然后你会得到特别的智慧 而你不必须要靠着耶稣 那甚至有些诺师弟教派就说 既然肉体永远不会到那里去 所以怎么败坏这个肉体也没有关系 有的就禁欲 有另外一边就干脆重欲 反正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然后你会得到这个智慧 我們給大家鼓勵鼓勵喚吧,上禮拜哥羅西書怎麼說? 教會在教會當中提,不要以為你的身體怎麼敗壞不會影響到你的靈性,你要先在世界就對付自己的身體的敗壞。 所以他說,你如果繼續做這些敗壞的事,只是招致神的憤怒。 所以這是很不容易的,不一樣的教導,因為信耶穌跟洛斯底就在保羅裡面常常在世, 在教會書信裡面講說,不要相信他們所說的就是,不要被他們騙了,你現在就要真的氣絕這個救我才能夠進入新的我。 這很重要的,整個教會的歷史和書信裡面常常講說,不要相信那些亂講的話,其實最主要就是針對這個諾斯底哲學思想。 所以諾斯底教會的思想後來就發展成說,我比較聰明,所以我對天上的心心比較有研究。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有這方面對心心有研究的就知道他對什麼事情有影響,就很多去算命的啦,就說這個對錢有影響,對錢有影響。 就是找女朋友有影響,對什麼有影響,他們就認為這個東西就可以使他得到特別的靈知,就可以到神那裡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常常好奇,順秘,看天下,看天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常常好奇,順秘,看天下。 然後呢,想要得到特別的智慧,不依靠耶穌。 甚至他們就發展成一種理想,就是有三層的人。 第一層的人呢,就像學數學啦,學幾何啦,有這些特別的智慧,這種數學的能力,科技的能力。 那第二種層的人呢,就是靈魂,高EQ,我的情緒比較穩定, 我比人家更有信心,我強調我的積極人生。 那第三種人呢,就是進入靈界,永遠不死。 所以他們就經過一種操練,就好像分等級一樣,一級一級,好像有特別的知識,特別的手勢,特別的記號,你才有資格到什麼樣的層次。 最明顯的就是Fremason。 這是我兩年前、三年前去San Francisco去參加短宣的時候,發現他們的Fremason temple裡面的這個圖書館,它分成三個level,第一個level就是像幾何學啦,這些人,這種是低層次。 然後第二種層次呢,就強調到比較是靈魂層面的,這個魂層面的,這個情緒層面的,這個情緒層面的, 第三個層次你光看就知道,這個骷髏頭呢,就是告訴你人永遠不死的,超越人性,超越人的肉體的。 所以Fremason絕對不是像獅子會符輪社那種,這種好像救濟人的這種慈善組織,它實際上是跟宗教,甚至不是哲學,是宗教,你看他最後的那個Master Mason, 他所講的話就是,他可以超越這個世界,進入immortality,永遠不死。這個七層的看到絕對不是一種什麼慈善組織。 所以,就看來看,看來看,看來看,看來看來看,看來看,看來看,看來看了不些什麼東西, �estly人受其理是 不就是 社會正中och FA 以仍生仕可以 教肅 至於有調教的 利用 受苦 忌能 良好 在座 慮 忌 你 Fremason的记号像这样 一个圆规在上面然后尺在下面 Mason就是石匠工人 所以Mason这个字就是石匠工人 所以他们身上总是有圆规跟尺 这就是当时候在最早的时候埃及的时代 那些犹太人盖这些金字塔的时候 比较聪明的人懂得几何就不用去那边搬石头 只要画画图拉拉杠杆拉拉绳子叫其他人做 他们就变成特殊的优越人士 就好像是elite少数的那些权贵分子 Masonry can trace its roots all the way to Egypt back when the Hebrews were building the pyramids 所以人们的那些特殊的知识 所以这些人可能是常常出埃及跟摩西吵架说 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个旷野我要回去埃及的 这些不合作的人因为这些人在这个所有的犹太人的奴隶当中是比较生活优越的 而且是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些少数分子 所以也许是在当中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也许是在这些奴隶的奴隶 也许是在这些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可是他们的聚会里面没有圣经没有告诉你哪一个神 你只要敬拜什么神都可以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把耶稣为异性把它丢到一边去 所以这个G也就是很可能就是Gnosticism 这个G从这边衍生过来的 一样的同样的一些这些灵界的这些力量要阻挡人认识耶稣 incidentally G is also the first letter for Gnosticism so we can see that it's like all these different spiritual powers in play that are trying to get people away from Jesus 所以在San Francisco的这些窗户的这些商店 你看到这个记号,co-exist 这个co-exist上面就是各样的宗教的图腾 每一个条条道路通罗马 反正都是殊途同归 每一个宗教都是同样一个神 只是不同的面向 他就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告诉你说 耶稣不是唯一的道路 so in San Francisco we see this we see this poster and this plaque in a lot of the windows and it says co-exist we se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symbols for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that is what that is also what the Freemasons believ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every religion has its own knowledge, own wisdom and every religion will all lead to the same point the same destination 后来呢就发展成最后这个基上面呢 就有一个眼睛 那个唯一的眼睛 那个眼睛就是掌控世界 他可以看到世界 那有特别智慧知识的那些人 才能够到神那里去 一定要经过这个 不是经过耶稣了 so we can see in this complex graph over here that's more detailed we can see that on the very top of the square there is an eye and that is also another symbol of the Freemasons the all-seeing eye and then so what the Freemasons believe is that through all these different paths you can all lead to they can all lead to God you don't have to rely on Jesus alone 所以这个眼睛不是 这个基根眼睛不是只有 在Freemasons的temple看得到 你会很惊讶的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很多地方都看见 and the symbol of the wall-seeing eye you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where you can see this symbol we can see this in other places in our daily lives 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看见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I also saw it in this building 这是在Nasalus 就是Lasalus的这个玛利亚 他们相信他这个他住的房子 后来天主教教会就把它盖了一个礼拜堂在那里 在这个屋顶这个地方 你会等一下看到那个眼睛在那里 so this building is actually a church built by the Catholics they built it in Nazareth where he believed it was the birthplace of Mary and you will see the all-seeing eye symbol in this building 所以你看到礼拜堂 因为我用爱凤照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你的照不太大 就是你会看到有耶稣跟摩西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有一个鸽子 然后最上面有一个眼睛 and over here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it but this picture over here we have Jesus and Moses talking on top of them there is a dog that symbolize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n on top of the dog there is this eye 天主教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多都是属神的孩子 可是在一千年当中 他们没有读圣经 慢慢被渗透 被freemason渗透 你很难想象 居然在圣子 圣灵的上面 圣父的地位被取代的是一个眼睛 是他们的记号 so we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Christian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unfortunately a lot of them stopped reading the Bible for the past 1,000 years and then they were slowly infiltrated by the Freemasons and so we can see over here in this painting that above the sun and spirit the father was replaced by the all-seeing eye 然后很奇怪就是 那个礼拜堂外面有七棵树 每一棵树都像这样全部都死掉 and then very interestingly there are seven trees around this building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trees are dead 一年有多少人到 拿撒勒去看玛利亚住的房子礼拜堂 旁边的树全部死掉 他们不把它砍掉 就留在那裡 甚至有一个感觉 是不是他们换过 那个树就是活不起来 因为有一些属灵的黑暗的全是那种掌控 连树都死在那裡 so there are so many tourists that visit this site I would be surprised that they haven't thought about about taking down these trees or replacing these trees it could be that they haven't replaced these trees but the trees just can't live because it could be that there's some dark forces in place and then if you want and I mentioned some of these examples if you want to see another example you can look at the back of your dollar bill 为什么美国的议员钞票上面 要在金字塔上面有这个眼睛呢 so why is there a symbol that all seeing eye on top of the pyramid on the back of the one dollar bill 在主要的这个主要城市 包括Washington D.C.的上面解释有 他们相信这就是一个记号 就是掌控世界的全世界的政治经济 实际上圣经当中也有讲到很多的眼睛 so 神可以到处都看得见 so 神可以到处都看得见 so 神可以到处都看得见 可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freemason 或者是gnosticism 这些所有的都是魔鬼 就是要让你知道 不需要信耶稣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其他都可以用各种奇怪怪东西 把你转移注意力 把你移开就对了 so even though the Bible mentions God and also mentions that God is all seeing we can see that in Freemasonry and Gnosticism the way they confuse you is that they say that all these different paths will lead to this all seeing being that you don't have to rely on Jesus alone 最后我要做两件事情做结论 这个肉丝底的哲学 在当初教会成立的第一百年里面 带来最厉害的攻击 有两个主要的层次 so there are two levels of attacks that Gnosticism brought to the church in the first 100 years of church 第一个 天堂那里是灵界的 地上是肉体的 这里是罪恶 那里是圣洁 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影响很深吗 所有的回教徒都相信真神阿拉是完全的圣洁 人类是绝对的败坏 神绝对不可以变成人来到当中 这是绝对最大的亵渎 就是跟这个二元论同样的思想 所以回教徒不知道他会不会得救 这是他活着的事 因为他不会知道 因为神从来不会来到这 因为神从来不会来到这 你要祷告 你要敬拜 你要栽戒 你会不会得救 他们没有把握 所以有一些宗教徒这些狂人 就欺骗他 说你只要为阿拉圣在而死 你马上就要进到极乐世界 你就会得救 所以这么多回教徒就被欺骗 做这样的疯狂的蠢事 所以他们强调只有一个神一位一体 没有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多神是偶像 他们尊重耶稣 因为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 他们不会像美国人 只要下雪或是车子撞到 就用耶稣的名来咒诅 他们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尊重耶稣 可是一旦你把耶稣说成是神变成人 他认为你犯了最大的罪 就是他们叫做shirk 这个字叫做不可以原谅的罪 因为你败有像 但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变成人形 他们会说 不,你只是冒犯的罪 是罪的罪 罪是罪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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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现在慢慢知道 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事情多重要 现在你知道 然后再讲最后一个 叫做幻影论 就是幻影就是 这个希腊文的字就是 看起来像是这样 他说既然耶稣是神 他变成人死在十字架上 那人是罪恶 怎么有可能耶稣变成人又不犯罪 那他又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就发明了一套理论哲学思想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肉体 只是看起来在那里 实际上是灵体 他没有真正变成肉体 那只是一个看起来的样子 所以那些习近平的习近平 他们的方法是想要理解这些 他们看着耶稣 耶稣是神的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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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能够做出现一个人 那是简单的 譬如becемся 所以那些看起来 他是正在的是神的道理 所以保羅甚至講說他們所傳的那個不是真正原來的那個耶穌啊 所以他再次強調凡是接待他的、接受他的人就是要信耶穌名的人 不是特別的智慧 不是人特別的操練乃是信他的名 神就給你一個特權、一個權柄讓你做神的兒女 一章十三節說做神的兒女不是照血氣生的 不是你爸爸媽媽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 也不是情慾生的、禁慾或是重慾 也不是人的意識生的你怎麼樣操練可以得到得救 乃是從哪裡生的?從神自己生的 所以第一章十四節注意看這一句話 道成了肉身 這個Logos就是神,就是最早的那個Logos 就是在我們身上的所有的記號、所有的全世界的智慧 成了像你我一樣的人 所以一個語言或Logos是,就是原本的智慧 神的精神,所有的基礎 所有的基礎在的東西,都變成人類的血 耶稣他们摸得到 可以跟他吃饭 住在他们中间 不是影子 不是想象的 约翰说我亲眼见过他的荣光 虽然他变成像人一样 可是我却从一个人的身上 看见上帝的荣光 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真理讲说 耶稣又是神又是人是何等的重要 他如果不是成为人的样子 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位神是真的 所以你知道吗 我现在给大家打一个基础 约翰福音值得你好好用时间去认识耶稣 所以现在我真的想要建立一个基础 所以你们能够知道谁是耶稣 所以我真的想要你去讨论 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说过七次 还有七个神迹 其中就是水变成酒 在这本书的第二十二页 你知道这本书花多少时间变得多好 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会一个一个仔细来看 你要每一天花时间去思想 第六章讲到耶稣让五千人吃饱 用五饼二鱼让他们吃饱 哇大家都好兴奋啊 可是你知道耶稣在来说什么吗 我们看荧幕上一起来念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 很多人听到他讲说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这种道理谁能相信啊 你知道吗 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要 没有东西吃变得有东西吃 那当然最好咯 所以你知道 美国的五鱼和两鱼 每个人都想它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 浪费的 就像今天师母说的 你要个人经历神 耶稣不是高高在上那里 也不是别人传说的经历 乃是在我的里面 当我吃圣餐的时候 他就在我的里面 经历了那么深刻 好像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 他的血 你吃人的肉吃人的血吗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吧 可是耶稣说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在末日你没有永生啊 所以说 它是像我 Melody说 我们要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 不是叫你做食人主 好像没有文明 吃人的肉的血 而是主耶稣跟你的关系 亲密到有关系 你在他里面 他在你里面 实在太奇妙 对不对 原来福音第一章 你看看短短几句话 里面后面有多少事情在发生 所以在看短短几句话 所以在看短短几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有太多事情在发生 今天Youth带一条歌 叫做 《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把耶稣基督带上所有的冠冕 所以今天Youth带一条歌 带上所有的冠冕 今天Youth带一条歌 《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我要邀请弟兄姐妹 今天想到你圣餐 让我们多争这种传统教义 让我们这么小的人 可以跟永恒的神 借在一起 这样奇妙的救赎计划 什么人可以做上帝的恩典 不是你特别优秀 特别聪明 特别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而是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 甚至这篇书里面还谈到说 天主教徒需不需要成为基督徒再受洗一次 他就是讲同样的概念 你是跟耶稣建立关系 我阿们他所说的 如果你受洗是为了其他的动机目的 你那个受洗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 那只是形式 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如果你想像约翰福音写这个时候 神感动他写下来 还会有可能作为了其他物以后 就会去打招呼